这视频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用电安全 请花点时间 耐心看完对我们有用的知识 我想告诉你的诗 这种微型段路器大多数是不带漏电保护功能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不小心触电的时候 它保护不了我们 是不会自动跳闸的 既然这样 那安装它有什么用 在哪种情况下 它才会自动跳闸 这是一个典型的段路器电路图 电流从电源线路流经负载 例如灯泡 然后通过零线也称为负极返回形成电路 当然 如果是交流电流的流动方向是周期性变换的 为了更直观的讲解 我们使用直流电流进行演示 在电路中 正极和负极通过负载灯泡连接在一起时 因为灯泡的电阻限制了电流 所以并不会导致短路 但是如果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而没有通过负载 这种现象就称为短路 这时段路器就会自动跳闸 还有一种被称为过载 假设这段路器的额定电流值是5A 下面6个灯泡总消耗的电流为6A 那么这时的电流已超过了它的额定电流值 也会导致短路器自动跳闸 其实空开短路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 咱们拆去外壳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主要是由这四大部分组成 从左到右排列分别是 面弧式 电子线圈 触发机构 双金属片在底部 至于它们的功能作用 稍后都会一一介绍 但是早期老是那种断路器结构更加简单 内部就一根溶点相对较低的保险丝 当线路过载或者发生短路时 异常增大的电流会导致保险丝温度过高而熔断 虽然这样也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但是它也存在两个缺点 不仅熔断时间反应过慢 而且每次都需要手动更换保险丝也是麻烦 假如能把保险丝换成一种自动的开关 在线路正常时处于连通状态 当发生短路时能在瞬间自动断开 想要实现这一点 首先你必须设计出一个能检测出电气故障的系统 还要配一个能瞬间断开电路的触发机构 先来看这个触发机关的设计 它用一个扳手撬动中央杠杆再配合两条弹簧组成 当扳手移动到最顶端时 下方的弹簧被压缩 而上方的弹簧被拉伸 此时中央的触发机关处于临界点位置 这时我们只需额外给它一点点向下的力 弹簧就能恢复原状 就像这样电路连接处会在瞬间断开 那这股额外的力怎么来呢 挪 就是这个线圈和铁芯组成的短路检测装置 线圈里面是一个被包裹的塑料壳 壳内部有一条弹簧和一根能活动的铁芯 关键就在外面这个电磁线圈 初中物理告诉我们 当一根导线通电后 会在周围形成环绕磁场 把导线绕成一圈圈 它结合起来的磁场会更加强大 当然 这根导线表面是图有绝缘层的 当正常的电流值通过线圈时 所形成的磁场不足以克服弹簧的张力 它内部的铁芯不会被线圈的磁吸力往下拉 但在线路意外发生短路时 线路中的电流会异常增大 增大的电流流过线圈 产生强大的磁场 此时线圈所形成的磁场 足以克服内部弹簧的张力 就像这样 内部的铁芯会被线圈形成的磁吸力往下拉 向下一动的铁芯末端刚好推动中央杠杆向下 前面说过 这个触发机关此时处于临界点状态 只需给它施加一点点额外的力 就能让它恢复原状 也就是跳闸断开线路 这就是空开断路器 能在短路时会自动跳闸的原理 那它的另外一个功能 线路过载保护 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当一条线路出现多个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时 就会出现线路电流过载的现象 但过载的电流没有短路电流大 所以推不动线圈内的铁芯触发跳闸 此时双金属片就起作用了 它是有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制成 当这种材料被加热时 金属膨胀快的一方就会像膨胀慢的一方弯曲 当电路过载时增大的电流流过金属片 产生的热量导致它弯曲 弯曲的末端就会触发机械脱扣钩 导致断路器跳闸从而断开电源 这就是空开断路器在电路过载时 会自动跳闸的原理 到这里还有个问题 无论是短路或者过载导致的跳闸 在线路断开的瞬间 因为涌动的电流还在继续 就会在触点两端形成强大的电弧 它会沿着导电金属闯入灭弧式 而灭弧式 它是由多块平行的金属板隔开排列组成 能把引进来的电弧分段隔开成多段小电弧 这些小电弧会被空气快速耗掉能量 这也是空气开关名字的由来